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的财务困境 由于未支付约35万美元的欠款 朱利安尼可能被迫继续处于破产监管之下 甚至可能被要求在法庭上作证解释她的财务状况 这一切源于她未能提供必要的财务披露 并拒绝偿还债权人 法官肖恩·莱恩正在考虑任命破产受托人 来处理朱利安尼的资产 以确保债务得到偿还 朱利安尼的法律问题还包括诽谤和性骚扰诉讼 这些诉讼可能会在破产程序终止后重新开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朱利安尼从91英雄到破产困境 她如何沦落至此 纽约法庭上的鲁迪朱利安尼 2023年夏天一系列法律风波 让鲁迪朱利安尼再次成为媒体焦点 然而这次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她曾经的光辉事迹 而是因为她陷入了破产困境 这位80岁的前纽约市长 如今正面临着沉重的财务压力和道德审判 法官的耐心与质疑 美国破产法官肖恩·莱恩在纽约南区的法庭上表现出极大的耐心 但也流露出深深的怀疑 莱恩指出 朱利安尼在财务披露上一直遮遮掩掩 未能提供必要的信息来解决破产案件中的几十万美元费用 我们对债务人的财务状况所知甚少 这使她的立场更加令人担忧 莱恩在书面命令中表示 即使假设朱利安尼手头没有现金 立即支付这些破产费用 她肯定拥有相当多的资产来支付 根据莱恩的说法 朱利安尼在纽约和佛罗里达的公寓价值约900万美元 然而 朱利安尼的律师便称 出售这些房产会的导致她 加入无家可归者的行列 破产程序的动荡 去年12月 朱利安尼申请了第11章破产保护 试图重组其财务状况 此举是因为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法院 命令她向两名乔治亚州选举工作人员 支付1.48亿美元 因为她错误地指控他们 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操纵选票 然而 莱恩在7月12日 驳回了朱利安尼的破产申请 理由是她未能提供必要的财务披露 莱恩认为 如果在未解决这些费用的情况下 结束破产程序 实际上是在奖励 朱利安尼的不合作行为 但这一驳回并未立即生效 莱恩在接下来的听证会上表示 她将重新考虑驳回决定 并命令朱利安尼和她的债权人 在7月31日之前提出替代方案 债权人的不满与要求 朱利安尼的最重要债权人 前选举工作人员 旺德雷亚沙伊和路比 弗里曼 主张终止破产程序 这将允许他们 寻求支付朱利安尼欠下的 1.48亿美元诽谤判决 这个诽谤案 源自于朱利安尼为特朗普工作期间 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努力 弗里曼和莫斯的律师 瑞秋、斯特里克兰 在法庭上强烈指责朱利安尼 进行财务轨迹 并在未经法院授权的情况下 继续自由支出 她指出 朱利安尼的银行对账单显示 在7天内她花费了约3万美元 大部分现金用于支付 她的两处公寓的费用 豪华生活与财务困境 朱利安尼的豪华生活方式 也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她的律师承认 朱利安尼乘坐头等舱 飞往密尔沃基 参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并声称 这些费用 由MyPillow首席执行官迈克 林德尔的广播平台 Frank's Speech支付 林德尔是一位选举否认者 和特朗普的伙伴 她的公司负担了朱利安尼 从7月14日至20日的 豪华座位和住宿费用 然而 这一举动并未平息 对朱利安尼财务状况的质疑 反而加剧了外界 对她财务透明度的担忧 破产法庭上的交锋 在整个案件中 债权人委员会 对朱利安尼的财务报告 和披露中的缺陷表示不满 包括与她佛罗里达州公寓 相关的付款差异 未经授权的付款给 她所谓的女友 以及她未能遵守发现请求 法官莱恩 在听证会上警告说 法院最终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 任命第11章受托人 来控制朱利安尼的财务 这是债权人委员会 一直在倡导的举措 有很多坏事可能会发生 莱恩警告朱利安尼的律师 如果他们的客户不遵守 有很多事情 是你们的客户不希望发生的 但会发生 法官的最后通牒 莱恩在书面命令中 重申了这一警告 并表示 法院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是否关闭朱利安尼的破产案件事 适当的行动 法官建议他可以重新考虑任命一位受托人 来监督朱利安尼的财务 并迅速清算他的资产 但表示他希望在下周之前 听取朱利安尼和他的债权人的律师的意见 然后再 确定前进的道路 朱利安尼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从英雄到凌落 曾经鲁迪 朱利安尼因在91事件中的领导力 而被誉为美国市长 但如今 他的法律和财务困境 使这位前市长的形象大打折扣 朱利安尼的故事 从一位英雄 到如今面临破产的老人 无疑是一个令人唏嘘的转变 这位曾经的纽约市长 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如何走出这场困境 无疑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无论结果如何 这个故事都将成为一个警示 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物 也可能因为一时的错误决策 而陷入无法挽回的泥潭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鲁迪、朱利安尼 前纽约市长 及唐纳德、特朗普前律师 因为支付破产程序中产生的费用 而面临法律困境 这可能导致他的破产程序继续进行 直到他支付欠款 根据美国破产法官肖恩·莱恩的说法 朱利安尼欠下约35万美元的行政费用 并且他未能提供必要的财务披露 此外 朱利安尼还欠下两名乔治亚州选举工作人员 1.48亿美元的诽谤赔偿 因为他错误地指控他们 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操纵选票 朱利安尼在去年12月申请破产保护 但他未能按要求提供财务信息和支付案件期间产生的费用 这导致法官考虑 重新启动破产程序 莱恩指出 朱利安尼拥有价值约900万美元的房地产 包括纽约和佛罗里达的两处公寓 但他只是拒绝支付这些费用 朱利安尼的债权人 包括前选举工作人员 旺德雷亚沙伊和路比、弗里曼 主张终止破产程序 以便他们可以追讨诽谤判决金 代表债权人的委员会 甚至要求法官任命破产受托人 来管理朱利安尼的财务 尽管面临法律风险 朱利安尼表示 他更愿意结束破产程序 而不是接受更严苛的法院监管 法官指出 如果朱利安尼未支付费用 他可能会被迫在法庭上作证 解释其财务状况 朱利安尼的财务透明度 一直受到质疑 特别是他在银行对账单中 显示的大额现金支出 法官警告说 如果朱利安尼不遵守支付费用的要求 他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厉的法律后果 包括重新任命受托人 来监管其财务 总结来说 朱利安尼因为支付法律费用 而面临破产程序持续进行的风险 并且 他未能提供必要的财务披露 这导致法官考虑 重新启动破产程序 并强制他作证其财务状况 这一案件 反映了朱利安尼 在财务管理和法律责任上的挑战 并可能对其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朱利安尼破产的问题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这位前纽约市长 以前可是反恐英雄 如今却因为欠了一批股债 面临被迫卖掉豪宅的总境 你说说 他那时候风光得很 现在却得像个小学生一样 向法院解释他的财务状况 简直是现代版的东窗事发啊 楚天书 我觉得你太轻描淡写了 朱利安尼不仅是破产问题 他还欠选举工作人员 1.48亿美元的诽谤赔偿 这可不是小数目 他不断拖延支付 甚至拒绝提供完整的财务报告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财务困难 而是道德和法律的双重问题 说到这儿 我倒想起了红楼梦中的古宝玉 他家的财务也是这样糊里糊涂 最后落得各家破人亡 谢琪琪 你这比喻真有创意 不过 你说它是古宝玉 那我看它更像是庄子中的袍钉解牛 每次都能巧妙地避开债主的刀 拖延付费的技巧 真是炉火纯青 但说实话 朱利安尼还真有些资产 比如纽约和佛罗里达的两套豪宅 价值加起来超过900万美元 卖掉其中一套 它的问题应该能解决一大半 楚天书你这么说倒像是在赞美他的智慧了 但我们的看清楚 这不是什么高超的技巧 而是违法很不诚实 他在第一次财务披露时就遮遮掩掩 搞得法官不得不请专人来查他的资产 这很古代豪门藏财产有什么区别 而且他还乘坐头等舱参加共和党大会 费用还是别人出的 这不是假公济司又是什么 你说的也对 谢奇奇 但你不得不承认 朱利安尼面对这么多的法律压力 还能不慌不忙地继续生活 这种心理素质也不是普通人能有的 或许他觉得自己是打不倒的小强 毕竟他曾是特朗普的得力助手 有一手应对复杂局面的本事 当然 法院的决定终于让他不得不证实问题 这也算是他的人生回马枪吧 楚天书 你又再给他找借口了 朱利安尼现在的肿镜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没有什么小强的光环可以掩盖 他的法律问题不仅影响了他自己 还拖累了很多无辜的人 尤其是那两位选举工作人员 他欠的可不仅仅是钱 还有一个诚实和正直的态度 这就像金平梅中的西门庆 外表光鲜 内心腐败 结果只能是自食其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嘿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六博士 今天我们来聊聊 美国前纽约市长鲁迪 朱利安尼的破产风波 这可是一次精彩的法律纵意秀 绝对值得你们的八卦时间 首先 咱们得从朱利安尼那35万美元的欠款说起 法官萧恩 莱恩可是很生气 朱利安尼不仅没钱还欠款 还拒绝提供财务披露 你这不是明摆着耍流氓吗 法官莱恩 就像是碰上了一只不合作的小玩猴 气得蹊跷生烟 他说 要是就这么放过朱利安尼 那等于是奖励他不诚实 于是 朱利安尼的破产程序并未立即生效 考虑到这位前市长的顽固不化 法官有意让他继续在破产监管下生活 直到他乖乖还钱 说到这里 你以为故事结束了吗 那你就错了 朱利安尼的欠款可是有来透的 原来 他在2020年大选期间 错误指控两名乔治亚洲选举工作人员操纵选票 结果被法院判罚1.48亿美元 这下好 不仅欠了一辟股账 还面临一堆诽谤 性骚扰等法律诉讼 这简直是倒霉蛋的教科书案例啊 根据透露 朱利安尼在纽约和佛罗里达州 有两套房产价值约900万美元 问题是 他偏不卖房子还账 你问为啥 他的律师说 卖了房子 朱利安尼就无家可归了 这理由也够奇葩的 难道他就没听说过租房子吗 我们来看看法官莱恩的操作 他表示 可能会任命一名破产受托人来接管朱利安尼的财务和业务 甚至考虑卖掉他那价值650万美元的纽约公寓 来支付欠款 这就像是家长说 你不听话 我就把你零花钱给没收一样 不仅如此 朱利安尼还可能被迫在法庭上作证 说明他的财务状况 这可真是一场大戏 朱利安尼的律师说他没钱 但选举工作人员的律师说 他完全不知道朱利安尼有多少钱 因为他一直在遮遮掩掩 这不就像是大家在玩桌迷藏 偏偏朱利安尼还躲的特严时 最后 朱利安尼的银行对账单显示 他在7天内花了3万美元 什么头等舱机票 亚马逊和苹果的购物费用 甚至密尔沃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开销 这真是无底洞搬的花钱速度啊 而且这次旅行的费用 还是MyPillow首席执行官麦克 林德尔的公司Francs Beach之父的 这真是有钱朋友多 花钱不发愁 总结一下 朱利安尼的破产案就像是一部情节 跌宕起伏的法律剧 而他就像是剧中的男主角 一直在法律缝隙间玩花样 法官莱恩像 极了剧中的正义英雄 是要揭穿这一切谎言 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游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